中医治疗慢性阻残性肺疾病的方法是比较多的 首先我们讲说中药的药物治疗 那么包括我们一些草药的治疗 包括我们做一些高方的治疗 那么草药治疗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说以目前当前的症状 我们通过中药草药的肩法 那么我们很快可以改善我们的症状 那么对于稳定期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高方的治疗 为什么在稳定期 往往我们的急性的一些时症都已经去了 往往表现出一种虚的症状 你比如说肺脾肾的虚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药的治疗 长期的进行高方口服 那么就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 那么还有就是说中药的一些这种外用的方式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冬命夏至 那么冬命冬至 就是将我们重要的一些新温的 温盛的药物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贴到我们的穴位上 那么通过经络的缠导发挥作用 比如我们常用的像白戒子啦 圆壶像斑毛 像我们说的橙香 肉桂等等 那么通过这种冬病夏至 通过这种冬病冬至的方式 都可以改善我们患者的症状 那么预防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加重的发生 包括我们的一些功能断裂 你比如说比较稳定的就是太极拳八端井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在一些康复的功能断裂 你比如说我们上下肢的这种激励活动的一个断裂 包括我们这种隔击起搏器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 包括我们这乔式的一个功能断裂 等等等等各种方式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